第134届广交会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分三期举办 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齐聚广州 寻商机 谋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 广交会不仅是观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也是推动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 同时 广交会也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中国贸易互通的重要平台 见证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的蓬勃发展 在这里 不管是大品牌还是小企业 都有机会将自家产品推向全世界 梁永生的企业来自广东著名的桥乡江门 它为面积不算大 但来此咨询的外国面孔络绎不绝 近年来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机床和机械等 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持续增长 广东的本土企业也跟着业绩上涨 国家发布了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政策 我们单运设备也是随之整体的一个销售方向也往这一块倾斜 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海外国家 我们也在海外建立了很多的海外舱 还有我们的代理商 2022年这一块我们相对于2019年前翻了一番 我们客户明显增加的地方是一带一路国家 尤其是俄罗斯和中亚地区 我们这几年都是保住了50%每年的高速增长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2013年到2022年 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累计规模达到19.1万亿美元 实现年均6.4%的增速 这个增速既高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 也高于同期全球贸易增速 谈及出海成功的原因 业内人士表示 就在于有品质的中国制造和有技术的中国制造 企业的出口增长量 一方面是我们的主动性更强 我们会主动参加像广加会类似这种大展会 也会到国外一些国家去参展 二方面是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持续的提升 我们现在像新能源这方面研发了一些专精特经济 适合于生产像这种电磁壳一样的产品 然后我们把一些中上游中下游的一些配套商 我们整合起来进行一个打包工程 向国外出口 这样的话整体提高了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 有的企业还将世界个体的雇员都召集到广州 来自马来西亚乌克兰等国的分公司的员工 都出现在广交会上 这些从事国际贸易的工作者们 对于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也深有体会 没问题留意哪里是在马来西亚乌克兰 但甚至于澳稚乌克兰 你会看到在高墙高高层的建议 都会是其实有一些共产业乌克兰 中国有 Lar来西亚的收集度 在不少过几国我用来讲 但这些团产业要明显得有更多不同的东西亚乌克兰 是因为有更多中国的东西亚乌克兰 也因为有更多中国的产品 大家开始接受它更多 因为市场也增加了 因为产品增加增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